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987集 断剑 你叫什么名字? 神诗中传出磅礴的神念 横扫之下 李盈之就仿若怒海中的一叶孤舟 身不由己 弟子李盈之参见第三王 那妖艳女子在此跪在地上 双眼露出恐惧之色 她没想到这枚玉剑 竟然把第三王唤醒 尤其是想到有关第三王的一些传说 李盈之更是紧张起来 原本在她想来 这预见内容虽说极为震撼 但最多也就是可以把第五王唤醒 毕竟那预见内烙印的尸体 她隐约有些猜测 但此刻这杀戮神识弥漫的瞬间 李盈之知道自己还是低估了那玉剑内的尸体 不仅是她 此刻这整个联盟南部 几乎所有修真心上的石阴宗弟子 全部瞬息间感受到了这神识的笼罩 纷纷放弃一切身边事情 跪地膜拜 你能把这玉剑带回当力守宫 可去尸坑内 似你进入六层 选一具尸魁之权利 那阴沉的声音回荡 落在李盈之耳中 使得她整个人激动地颤抖起来 尤其是想到尸坑六层内的一些传说中的奇事 李盈之的呼吸都急促了 多谢第三王 你可知 这玉剑内尸体为何物 那阴沉的声音呢 须须传出 李盈之沉吟少请 犹豫地说道 弟子见识不多 应以猜测 此时应是太古时期的古神 一阵长笑 骤然间回荡 那阴沉的声音 此刻似乎极为激动 随着笑声啊 其神识也出现了波动 古神 这肉身的确属于古神 若是寻常古神也就罢了 但这尸体 竟然是王族古神 王族八星古神 到了最后 那声音中透出的贪婪 足以惊天动地 引起整个星域的天地原力变化 王族古神 李盈之意证 但却没有询问 召集我师音宗所有弟子 以写祭天 重灌诗坑 打开第九层 去除那八具肉身 这一次 我师音九王将出八人 令所有师音宗长老 全部召集回来 这一次 这王族古神肉身 我师音宗必须要得到 轰轰如雷鸣般的声音 莫然间传荡在 这联盟星域南部 使得所有师音宗之人 全部清晰的感受 一个个颤抖中抬头 恭敬称世 如此一来 仿若在这整个联盟南部 掀起了一场阴报 这御简 弟子并不确定为真 李盈之心神震撼 尽管他之前 已经预料到 这御简内的内容 可以使得师音宗震惊 但却没想到 这已然不是震惊可以形容 而是清整个师音宗之力 如此一来 他不由的有了惊慌 若是这御简是真的 倒也罢了 但他并不确定 一旦这御简内容为假 那么他将承受 无法想象的后果 毕竟这御简 是他带回来的 无妨 那朱雀圣皇 既然让你把这御简带回 以他的身份 这御简有七成为真 此事非同小可 以四圣宗的势力 不会轻易传出 这虚假消息 同时戏弄我师音宗 罗天与修真联盟 三方势力 不过这四圣宗本王 还是要亲自去一趟 两枚玉简 在这联盟星宇内 如同两只无形的大手 牵动了无数人之心 一场暗流似乎也随之 渐渐出现 酝酿这一场惊天动地之事 同样 随着末智回到了出云国 有三枚玉简迅速传出 送到了联盟势力 最强的其余三方 与此同时 罗天战事的停止 大量的修士离开了战场 师音宗之人 也不再与各方势力交易尸体 而是迅速一一离去 这种种诡异的变化 使得联盟修士极为重视 而这一切风云涌动的创造者 汪林 此刻却是平静地 居住在了朱雀圣宗 整日盘膝坐在那火山边缘 静静地打坐 在他的旁边那 趴伏着一只硕大的蛙兽 其身体上雷光闪烁 在四周不断游走 发出砰砰之声 对于此地的高温 这雷蛙似乎已经可以承受 大战在即 王林明白 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然不多 他必须要尽快把自身的神通提高 如此 才可在接下来的大战中获得足够生存的空间 同时他在等 等诗音宗与罗天之人的再次来临 王林有信心 自己送出的两枚不同的预解 将会使得这两大势力蜂拥而来 王林心智过人 但却少用计谋 不是不想 而是以他之前的状态 一切计谋也只不过是阴谋诡计而已 但眼下则不同 有四圣宗在后 他所用的便是阳谋 他明明白白的告诉所有人 有关古神的消息 同样 对方也均都明白 王林定然有所图谋 这一点 但凡有些智慧之人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古神的消息 若是王林没有成为朱雀圣皇时放出 那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反而立刻就会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无论是罗天还是石英宗 第一个选择就是将其擒拿逼问 但现在 无论是石英宗还是罗天 均都不会有这个选择 毕竟三方势力外 还有一个水火不容的修真联盟 而四圣宗的神秘 与当年霸主的底蕴 足以使人却步 一旦开战 代价太高 这才是王林 敢把这消息散布的真正原因 同样的 王林知晓自己是古神的身份 恐怕在联盟星域的大神通修饰眼中 已然不是什么秘密 毕竟 妖灵之地的异形 王林大放异彩 更有那梦回远古之神通出现 若说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与猜测 王林决然不信 这也是他当初为何如此痛快 答应了朱雀老圣皇来到朱雀圣宗的重要原因之一 若是他没有来到朱雀圣宗 以王林当时的伤势 怕是在这联盟星域内寸步难行 终日被人追杀 早晚有一天会被擒住 正因为如此 他散布出拓森的消息 其可信性更为增加 由不得别人不信 况且此事根本就没必要说谎 到了朱雀星古神之地 一见便知真假 罗天 世音宗 修真联盟 这三方势力齐取古神之地 不知能否对付脱森 王林陈吟中啊 目光一闪 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引动三方势力齐取朱雀星 不过是他计划中的第一环 在此后啊 他还有一个计中计 深吸口气 王林盘膝中 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雷蛙 紫蛙仿若睡下了一般 但却有一丝丝的火源力 缓缓地钻入其身 雷蛙与文兽 在当年 王林来到朱雀圣宗后放出 让他们自行修炼 昨日这雷蛙 从玄武圣宗而来 以其灵性找到了王林 文兽也应该到了才是 为何还没有来训我 那青龙圣宗的长老也曾言 文兽在他们之前飞出 虽说文兽速度 抵不过那些长老 但这些时日 也该来 王林眉头一皱 略一沉淫 压下了心头疑惑 罢了 去世文兽顽皮 耽搁了解 王林双手掐绝 在身体上连点树下 立刻 他面色便有一样的红润 渐渐出现 其神色 更是隐隐透出一丝痛苦 以王林对于火源里的操控 他是不会感受到 太过难以忍受的聚热 更谈不上被高温逼出汗水 但此刻 在他的额头上 却是有痘大的汗珠 渐渐出现 许久 王林轻吐一口浊气 其胸口红光 刹那间闪烁不断 却是有一把断剑 缓缓地从他的胸口 一点点地延伸而出 这断剑呢 通体赤红 刚一出现 便有一股滔天的杀戮 轰然而出 这杀戮之气太浓 瞬息间就弥漫了整个主星 更是直接冲入星空 即便是星球外燃烧的火焰 也在这杀戮之气下 为之一顿 奇奇地向外散开 这断剑呢 正是那灰一天运子 一生杀戮之根源所化 当年妖灵之地一战后 留在了亡灵体内 三年内 他不断地疗伤修行下 也在慢慢地炼化此剑 那当初消散 融于其原神的部分 已然激烈 眼下只剩下了体内的 这断剑存在 三年修行中 此物我也基本明朗 炼化此物后 再修行杀戮先决 则万无一失 不会出现百万杀戮之气 自爆的危险 对于杀戮之气 王林始终无法忘记 毕竟这杀戮先决 他当年修炼了多年 更是达到了大成 也正是在那时 结合在古妖贝罗的 感悟境界帮助 让他知晓了 这杀戮先决的危害 若是继续修炼下去 他自身会崩溃 化作一道真正的杀戮之气 成为灰衣天韵子之物 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 其心中一直惋惜 但此刻 这惋惜啊 却是烟消云散 盯着飘在身前的赤红色断剑 王林又目火光一闪 顿时便有一片火海 在其前方凭空出现 环绕断剑之上 熊熊人烧 王林没有停顿 右手掐绝再眉心一点 立刻 其太古雷龙元神 从眉心透出 向着那被火焰包围的断剑 喷出一口元神之气 更是在太古雷龙的元神内 王林九旋便所化第二元神 猛地睁开双目 同样喷出一口元神之气 如此一来 雷火交错 元神之气同时云涌 刚一碰到 那包围了断剑的火焰 立刻这火焰就吞的一下 大范围的燃烧起来 仿若被添入了滚油一般 更是有轰隆隆的雷鸣 回荡不断 渐渐的 那赤红色断剑边缘 位置依然有了融化的迹象 但几乎是刚一融化 立刻就有阴寒的杀戮之气 从那断剑上冒出 与火焰对抗 这一现象 王林并不陌生 他几乎每次即炼这断剑 都会有如此变化 但今日 王林却是没有时间继续消磨下去 他必须要一举把这断剑全部炼化 在体内形成自己的杀戮之剑 从而可以继续修行杀戮先决 这一攻守兼备的强大神通 若是九旋变成功之前 王林尚无完全把握成功 但眼下他却是有七成把握 目光从那燃烧纪念的断剑上收回 王林深吸口气 双手掐绝之下 右目火焰更浓 仿若可以照亮天地一般 随着王林右手抬起 向天一指 他体内第二元神 同样做出这样的动作 在这一瞬间 一股无法想象的火源力 骤然间从王林体内 那第二元神中爆发而出 顺着王林右手 化作一片火海 直冲天际而去 阴宁 王林声音低沉 在这话语冲出口的一刹那 顿时 他所在的修真心内 全部的火源力默然而动 直奔 王林凝聚而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